累積 106件 speed Revelation Nick 當然不管是一開始是說意外的共同體也好 偶然的共同體也好 也許大家當初大家結成一起 不是自願的 但是我覺得經歷了這麼長時間的 首先生活狀態是真實存在的嘛 就是從49年 你說49年也好 55年也好 58年也好 這個將近6至70年的一個過程 而且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在1996年之後 大家是一起投同一個總統選舉的 我們已經一起做過這樣子的一個政治決定 已經反反覆覆過非常多次了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政治實踐 它是存在一個很清楚的一個邊界的 它不會因為說 好像不管是在法理上 或者是說在這個真實的對峙狀態上面 兩岸的某一些狀態 還沒有答案或還沒有解除 或者是某一方單方面的宣布 我可以片面認定的現狀是如何 就有所改變 不會改變的一件事情 是台澎金馬裡面的人 他共同做出政治決定非常多次 而且我們不是只有投票那一天 才是跟彼此是這個共同體的議員 因為以這個投票為框架 為背景 我們在這當中 其實是展開我們各式各樣的政治實踐 小致一個社會公益的行動 大致說社會運動的一個抗爭或衝突 那我們其實都是以台澎金馬為邊界 去實踐我們的一個政治理想 或者說追求我們覺得比較好的一個公共生活 在這個過程當中 金門跟馬祖是沒有缺席的